大家好我是布教廚 全州现在的天气越来越热了 所以今天分享一道非常好喝的饮品 西瓜淘冰 非常适合夏天 首先我们需要用到海石花 我们把它清洗干净 这一包是刚好50克 这个海石花是生长在海里面的 是一种海草 所以一水就会软 我们先把海石花 这个表面的这些杂质给它挑掉 这个就是用来做成石花糕的 应该全州人应该都知道 四果汤里面都必须有它 像这里面它有一些细小的贝壳 那种是不用去掉了 只要把一些杂质去掉就可以了 然后再给它清醒一点 直接加入到高压锅里面 到10克米粗去腥 1500毫升清水 因为今天想要节约一点时间 所以我用这种高压锅压 这个上汽过后 转最小火压40分钟 如果是用那种普通的锅的话 就煮一个小时 我们已经压好了 朋友们看一下 就压到这种有点稠稠的 有点胶质出来就可以了 接着用纱布给它过滤出来 朋友们这个海石花可以二次煮的 就是第二次水就加到七八百这样子就可以了 好了朋友们 我们这个直接给它自然冷却就可以了 再倒七百样升清水再煮一次 虽然我们今天的饮料用不了那么多的石花糕 但是可以做起来放到边下冷藏 有时候就是可以做一点的四果汤 加一点水果进去 锅中都三百样升清水 大午烧饭 朋友们准备两包这种蜜桃乌龙茶包 这种网上就能买 这种一包就是三克 就是总共六克 然后烧开后关火 盖上给它浸泡五分钟 接着我们来熬糖浆 浇150克清水 100克冰糖 朋友们把这个冰糖全部熬花过后 再熬三分钟左右 让它变得浓稠一点 是不是刚才没有油烟机 现在又油烟机 因为我们师傅修好了 就给我们顺势按上去了 改内厨房还是要油烟机才像厨房 然后倒出来稍微放凉 把泡好的茶汤倒出来备用 朋友们现在遇到了一个特别尴尬的事情 就刚才我把这个石花糕给它脱模了 然后用这个工具给它刮成了丝 放到这个碗里 结果我老公忘记按开机键 整个过程就没了 所以但是这个工具就是买海石花的时候 他就会送一个这个 现在就是成品 就这样了 挂什么事 准备700克西瓜 70克的糖浆 300毫升的茶汤 跟800克的冰块 把这四样全部加到破皮鸡里面 因为西瓜淘冰喝起来就是那么冰沙感特别长的 所以我们冰块要多一点 直接给它打成汁 先把石花糕放在饮料瓶底 再把西瓜淘冰倒入饮料瓶里面 盖上盖子就可以了 我今天做的这个比例刚好5杯 我这个是500毫升的 现在我们一个西瓜淘冰就做好了 非常适合夏天喝 好喝吗 嗯 有没有喝到什么 好飞啊 那个QQ的 对 石花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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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骨汤里面那个石花糕 哦 你学姐姐书啊 和你吗 和你 和你呢 老大就这样默默的喝 老大和你吗 来给妈妈看这 就泡泡的在那里面喝 我也要干杯 干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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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有干杯 哥哥 干杯喝比较好喝哦 有干杯 有干杯 我没有你的花言的笑语 只要你有心的爱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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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 再遥远的难 思念陪伴风 从来轻轻地吹吹哭 我们儿子哼响就像孤游 飞着一个人 我带上了你 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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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